这个刘一松啊挺急不喊 松哥有他妈当时有 有多少有四五条人命 啊刘一松 啪这一讲话 啪啪啪就干起来 那你看丁刚丁刚一顿放响子 小文的兄弟老伟子 包括咱们说的九蛋就 含截面点含截没来呀 也都他妈非常牛逼 就互绷上了 但因为人多呀 三十人有十个拿长枪十个拿短枪的 二十把你就受不了 别说那十个带刀的 而且人家提前上好堂了 而且大哥说白了 这一战小文说在哪呢 老天你们说 文哥的兄弟老 九蛋的老伟子 那老伟子眼神不好 光光放两枪的 小文被崩倒了 张志文躺地下啊 这本人讲话呢 别打了 刘一松一白手 张志文的战斗意志品质 真是那样的啊 手中拿着家伙还没撒手呢 断呗 刘一松一脚把枪踢了 妈的 小兔崽子 还跟我俩玩玩玩这个呢 刘一松手中拿着枪 说张志文我跟你说啊 去逼打的 邦就又一脚 到脑里 我告诉你啊 今天没你哥 你得死在哈尔滨 你知道不 小文不服啊 表情那也不说话了啊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啊 就借你个光了 我跟你借 我跟你哥是朋友 妈的 哈尔滨装打装懒子 你你是啥 你是牛逼 你装西哈尔 你装逼 你到哈尔滨装啥逼 有句话说得好 一到哈尔滨 一到故乡就挨枪 没听过吗 啊 故乡我还说 哥们没来呢 操 哈尔滨的满里 住交业男 你你问问他们 见咱面 啊 他得怎么说话 紧接着一百手 给他们送医院去 哎 这不上了一帮人 巴巴巴 抬张志文他们 那老铁啊 张志文 他们抬上车 爷你给送医院了 钱也没交 你自己就不看着办吗 那这面 他一回头 咱们伤几个 哎 张大利讲话的 说松哥 咱们伤了两个 你看 他那俩兄弟 张志文打了一枪 打倒一个 还有谁呢 老伟子下几个蹦 老伟子拿的是这个 三楼子 也蹦倒了一个 他们那边兄弟 有两个青伤 刘一松啊 上到楼上 这个汪强 看见他 就是这个润牌石油 我这个董事长 就是总经理 哎呦我擦你们 打仗打挺猛啊 那小时那个 这个张志文啊 来少了 人要来他妈十五六个 不好说这场仗才赢啊 刘一松一笑 操 瞎鼻仔子 我算他哥俩一起来的 啊 我打个电话 你给这个百道打个电话 毕竟一阵枪战 那个哈尔滨 咱说的南钢区 那光光一阵壳 二事能不去吗 这边啊 人家汪强 就摆摆道了 哎 哎哎哎呀 李哥 六上门的啊 说不好意思啊 南钢现在发生一起 这个火拼 这是我的兄弟的事 没事没事没事 啊 我说的吗 他们说放响叮当的 我还以为升学院 行 那没事没死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不能 不是绑子就是腿 行 那我就让手下撤回来 嗯 这不言 guns 燃 result 他就回去了 刘易松啊 给大地主张知新打个电话 疤疤疤疤疤疤疤 疤疤疤疤疤打 张知新接电话 他不知道他弟弟摆壳了 anse 唉呀 松哥 大心的 不好意思啊 来了你看跟我装逼啊 是不是 你把我弟弟怎么样了 你小点声 我那么多兄弟 你弟弟不服软 那你也知道我混社会 混一回 当着兄弟面 我能拉吗 我必须得教育他 你也知道 没有咱俩这关系 他死拔了一会儿 哎呀 那我弟弟 没事 肩膀中一枪 我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知道啊 啊 这个哈尔滨的水很深 啊 别到哈尔滨来总等着 大心的 不好意思了啊 啥时候见面 不行啊 你上哈尔滨来 咱哥俩演一演 这事咋办 我是给你私下倒一锅 给你弟弟拿俩钱 这是咱们哥们之间的事 但是你弟弟啊 真欠教育 啊 有点嫖 行了 算了 我知道 我现在往哈尔滨去 啊 回头再说 啊 那个宋哥 张志欣挺这个尊重人家 这个刘一宋 电话一料啊 张志欣就往这个哈尔滨港 但在他赶之前 张志欣到医院 这个人还能打电话呢 那不废话 打给老鬼 韩杰了 韩杰在这没打仗 在乡里拉酒店 老鬼啊 你快点来 啊 问你闻个 咋的闻个 我他妈现在给咳了 你来吧 啊 在哪个医院 哪个医院 你过来吧 老鬼韩杰呀 不多时 就赶到了咱们说这个医院 这个魏鱼啊 这个 别说道理到外了 反正什么哈尔滨大 就到一家医院吧 我要说道理区 人家说南杠离道理老远了 他妈到哪都死了 他有那个八江牙的 反正到医院了 老鬼韩杰是有钱的啊 交了点住院费 十万八万的足够了 该卡上刷的 这这这这这这这 刚他妈住上院 小地主他们也是守完术 啊 老鬼韩杰呀 也给他护理这帮人 正在他忙活的过程中 那哈尔滨离奇迦哈尔也不远 张志欣一到啊 该走廊里面 就看见老鬼韩杰 给他站着交票 交钱啥的 办事啥的啊 打水啥的 韩杰一回头 拿个男子水瓶的 韩杰一瞅 哎呀 新哥 你咋来了 张志欣上前 啪就一个嘴巴 啪又一个 这是张志欣 人生中一共打了韩杰两次 这是这这次特别狠 啪啪两次 说你他妈那 什么玩意啊 啊 小朋友让你们干啥 你们就干啥呀 虎逼呀 啊 小温让你杀皇上 你们也杀上 老伟子呢 老伟子 赶那边手术呢 腿动腔了 老伟子也受伤了 小温呢 这都受伤了 就我们不管 你咋没受伤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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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去 你真他妈不愧叫 老伟韩杰 啪又一个 老伟韩杰 啪一打我 唱 讲话呢 是你打我 干气给我 老伟韩杰挨了 赏嘴巴 张志欣呢 给他们对方兄弟 一顿臭骂 然后小门啊 在床上躺 张志文啊 被打卖皮样 咱说来伤挺重 绑子都包上 哎呀 哥 你咋来了呢 我咋来了 我不来 他妈你都能让人整死 不是小门 你现在是不是虎啊 是不是嫖了 你觉得你哈尔滨 黑龙江省 东北三省 你是大哥了 那郝伟韩好学的 也哈尔滨 那一霸呀 那是啊 那多牛逼啊 那跟他都 因为刘一松 最早看猜前的 郝伟韩好学的 也是干那逼玩的 后期 就跟乔特他们混上以后 当然我告诉你们 别认为乔特是 郝伟涛的大哥 干嘛就不是真实的 哈尔滨的人 也你老是会都懂 年轻人听了个小说 我也讲过小说 假的啊 都他妈听迷糊了 好学的 乔特见好学 不得客气的 好学的 这也挺猛的 但是后来资本呢 乔特有钱 有人脉 好学的跟他玩 他用好学的办事 是给钱的 他给好学的买卖 好学的挣钱 人家好学的 包括什么杨蛮豆 杨德光 李正光 哪个也不是乔特的 手下凶的 能懂不 就是跟你玩 挣钱想 你要跟人插话 人干死你 那个年代的流氓 就是狠 他不屌的有钱人 你看现在 他妈的 有钱的大哥 那身边的 养多少个社会人 年代不一样 并不是文学作品里面 写的那样 这讲话跟好学的 都他妈对壳的人 你跟他火拼 张志文讲话了 哥 那是他心下手为强了 我没反应过来 我没想象到 他敢他妈打我 他敢先动手 张志文 他们要是找着 他们能动手啊 就上上堂 他们直接就下车 就崩了 所以说吃了这亏 要不是李云龙战无不胜的 有亮剑精神 你不敢打不打得过 你先端枪 先壳 流氓的就得有这点 这点霸气 你看张志文一停 张志文还将 说你还将 你手下有四五条人名 哥呀 你走啊 你说你操着八伙 跟老太太去 然后你把我兄弟一顿骂 我的兄弟你凭啥骂呀 那是我那兄弟 你的兄弟跟你混吗 为什么老鬼韩节 还有九蛋 还有杨分镖 还有这个王伟 都跟我混 你没你没合计合计吗 啊 你老了 啊 你现在我跟你说 你挣钱 你打仗 你都不行了 你 怎么死的 你都不到 我把话撂着啊 你都活不过五年 你干嘛气死我了 我当给你收拾吧 给大地主气走了 老天 这大地主走后啊 小文呢 该说不说 为了他兄弟 他骂他哥 但这时候 啊 含换捷上前了 说不说哥呀 咋整啊 咱们他们被壳这样 传到这个咱们的老家 咱们没法混 我倒有个合适的人选 帮咱们出口气 谁啊 罕见讲话呢 辽宁沈阳的一个大哥 刘勇啊 对 刘勇因为他买卖有股份 你碰这事咱受伤了 咱不受伤这不用他 让刘勇来 刘勇兄弟手下四大金刚打仗清磨 应该不成问题 打电话 张志文就给刘勇打过去了 你看啊 勇哥在加拿集团办公室啊 刘勇啊 勇哥电话就响 戴着眼镜思思纷纷的啊 喂 我是刘勇啊 谁啊 那个勇哥 我是老鬼看街啊 然后那个文哥跟你说两句啊 喂 小文啊 勇哥 哎 他也叫二哥 二哥啊 哎呀 那个有点事 麻烦你来趟那个哈尔滨呗 咋的了 我听你说话 上期不睡下期呢 好像刚那么高完潮 不是 搞什么潮 我现在我他们 哎 我受伤了 烟给崩了 你来吧 烟崩了 谁啊 哎呀 老客人了 咱们买卖的事 你到这边再说啊 刘勇撂了电话 叫上高伟跟德伟 并没叫上四大金刚 刘勇啊 也知道 这时候刘勇两千年快出事了啊 他非常聪明 勇哥讲话呢 我不杀逼 刘勇带了高伟德伟 还聊A4 聊AC4个9的虎头奔 直接就奔往了哈尔滨 你看啊 不到多时 他下午来的 一推门 含着接的 哎呀 勇哥 啊 我看你闻哥 哎呀 小闻啊 这这这这 伤这样 咋回事啊 啊 张志文瞅瞅 说这个 二哥 对我一听 你说你不找我啊 你啊 我能心思我给黑龙江山挨壳吗 张志文确实那时候打 这么点 有他电话 我就打电话 你你你你能行啊 你把电话给我 勇哥就把电话 拨过去 啊 这个打完仗 这个刘一聪跟汪强 他们还有张大力 他们正喝酒 在公司啊 哎 自己做点饭 嗯 我找你啥事你 我有个弟弟让你给打了 你有个弟弟让我打了 我也没上辽阳 没上沈阳 你怎么打你弟弟 张志文 小文 小地主 是我弟弟 啊 张志文啊 对 那是让我给崩了 他们一起五个人 我兄弟还有俩受伤的呢 啥意思 你帮他出头啊 你看 这个 宋哥 你好像年龄段 听着生皮我大 这样啊 你打完人不能白打 而且你做买卖挺买的 啊 这个 我想要个说法 你看你啥时候方便 咱见面说一下 操 刘友啊 别认为你在沈阳是大哥级的 沈阳那边我还认了两个朋友啊 但我告诉你 刘友 你到黑灯江哈尔滨白急不扯 你带一百钟给冷着信不信 小文就是给他 我叫你 你赶紧滚蛋 是 我承认啊 我可能猛龙过不了江 但是我哥们啊 改哈尔滨好使啊 我想给你提个人 刘友愿提人啊 辽宁省的人 他愿意动嘴 你懂吗 动脑 咱们黑灯江的 不服就咳 吉林的呢 也是得唠一唠再咳 吉林是 吉林长存的 吉林市社会 见面的盘盘道 完了再咳 黑灯江的话不透析 两句话就咳 辽宁的吧 愿意跟你摆摆事 提提人盘盘道 说你提谁 你说哈尔滨谁 说我兄弟 改南杠到外 都混 我兄弟 这个到外啊 有个绰号 叫小男的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我认识啊 好像好像人家 没回东北了 哈尔滨没看脑袋 说你认识 那就太好了 我兄弟有面子 我现在告诉你个地方 你到医院来赔礼道歉 然后你赔偿费用 然后你买卖 你把车撤了 咱们可以原谅你 操 郊元南 郊元南可能跟普通的白包 白包涛啊 什么曹府顺 曹冰江啊 什么小黑啊 跟他们有点面子 跟我 我别说他狗鸡 我不是侮辱他 但是小男的我知道 他就是个孩子 我他妈混社会的时候 他门槛没留着 他还穿开裆裤呢 你说啥 你说那意思 郊元南没面子呗 早 可以这么说啊 行 我让郊元南找你 啊 你别后悔 吓 吓我呢 郊元南有人命我没有啊 我他妈还不止一个呢 你来吧 发电话就撂了 给勇哥当成奇怪了 老铁哥 哈尔滨2000年 你替郊元南不给面子 那不死都残了 活下来的呀 很少 那郊元南不回北京了吗 这一天 元南就收到刘伯电话了 就在小人被打的第二天晚上呢 元南接着电话 元南那时候黑 被那个吸啥的 电话响了 喂 啊 谁呀 操 你爹 他俩闹啊 你他妈 你爹 你谁呀 大元总 我他妈 想问一下 小男的呢 你在哈尔滨 现在是不是东北没面子了 别说东北哈尔滨 你狗屁不是的 谁他妈狗屁不是的 谁没面子 啥意思 我这样 我给哈尔滨的 给哈尔滨找的 我办点事 你哈尔滨的人说了 说你没面子 我提小男的了 你小男的 你说小男的是个懒 你没这么说 也说你没面子 臭 谁呀 有个叫刘一松的 你认识吗 我跟你说 元南这事还真是你管 啊 因为小地主那意思 说别让元南回来了 但是刘勇说 元南也挣30%的股 这石油是咱啥干的 加工站 我30% 你他30%他不干 应该他干 对吧 小地主那意思 不找他 但刘勇啊 认为找焦元南最合适 就咱们哥仨 整那个石油吗 50个加工站吗 小文 张志文 小文来了 他们他们往这个 加工站门口 他们停那个 停那个小罐车 抢了生意 小文来了 跟他约地方 结果小文 要一干了 啊 小文还要一干了 他不挺猛的吗 哎呀 别提了 对面这个动手 动倒了 那个叫刘一松 你认识吗 刘一松 我打电话 你说你没面子啊 刘一松是谁啊 啊 我他妈 他不知道你 焦元南不认刘一松 因为刘一松 最苍盛的时候 最鼎盛的时候 原来小 刘一松是乔顺时代 厂我说了 但刘一松 现在不混社会 因人幕后 非常有实力 说不认识啊 找他啥意思啊 你有他电话吗 他说我没面子啊 这样啊 你把他那个电话 拿过来 然后这个 我给他打电话 行吗 焦元南就把这个 刘一松的号叫来 叭叭叭叭叭 刘一松那边电话就行 他也没有焦元南电话 他也不认焦元南 他知道焦元南这些 焦元南都不知道他 喂 啊 谁啊 我你活爹 你谁 儿子 干哪呢 不你他妈的疯了 你谁 你说 小兔崽子 我叫焦元南 哈尔滨道外 焦元南 小男的就是我 焦元南 擦 我先谁呢 啊 男弟啊 这个你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 你我号你 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我找你 是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骂我了 骂你 不骂你的 重要吗 啊 弟弟 你有什么事吗 据我所知 你好像已经不在东北混了吧 操 我不在东北混 我兄弟都在东北呢 我知道 知道知道 你有个破壁插楼 你就说事就完了 你他妈的 有个黑龙江 奇迹哈尔的张志文 还有个沈阳的刘永 一个是我哥们 一个是我弟弟 是不是有个人笑了 而且刘永打电话 你还骂我呢 啊 这回事啊 不是 没难的 你要好好跟我唠嗝 这个事我还能给你点面子 你要说跟我俩 这个那个上来 就奇大鼓八大吉的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能给你面子 听明白吗 操 回去我给你冷死话将来 你别后悔 啊 我给你冷死话将来 喂鱼去 你吓唬我呢 交易男你杀多少人呢 我他妈生人有人命 我五六条人命 我怕你啊 原来你别看哈尔滨 这些人都社会都怕你啊 我告诉你 我他妈刘一松 我不怕你 你回来你找我来吧 你看看咱俩 真家对面玩 对家子 小鼻子都不愿意搭理 你跟我儿子 就插头 你跟谁俩呢 你他妈说谁呢 你等着 我回去让你认认 我到外交易男 等你 回来打电话 发电话就料了 一点没给原来拍面 这原来给刘永打电话 也奇怪 撒鼻子等我 今天晚上就坐坐坐坐火车 你老婆到家 不是你 咋子没面子你啊 麻痹这鼻子我不认识 他也他们不咋认识我啊 然后我挺长时间没得哈尔滨 回去我手的 你放心吧 吵 吹牛逼一整 行了 我等你明天找着 我接你 坐坐坐火车吧 反正一宿回来的 那你看第二天早上 元南呢 从火站这一下来啊 刘永呢 带着高尾德北 到火站接着的元南 你看元南出来啊 元南也不咋众众穿着 一出来 哎呦我操 啊 八拍下 还没死呢 刘永家话 你别急拍八 咋的啊 啥意思啊 走啊 跟我上车啊 找我兄弟办事去 不是 办啥事啊 咱们先上那个医院 看看张志文小文去 看鸡毛小文啊 咱先把事办了 再看小文呗 刘永讲话 说 说你是不是情商低点啊 你发现 焦严男情商基本为零 你说这么大老远回来啊 他不看小文 他打仗去 这就是人的这个 他能活那些年 都已经不容易 刘永一看 走吧 去看看小文去 再办事 刀再办 这一天早上找谁去 刘永拉着 拉着这个焦严男呢 一起啊 该说不说 焦严男一进屋 哎呀 这不挺牛逼的吗 这怎么被打这笔样 你不黑洞江省 上到黑盒 墨盒 向到这个内蒙啥的 不都挺好吗 小文抬头瞅瞅 男哥 能不能别摆他人 下手碗来 对面掀开了枪 男哥 我他妈不听理由 看结果 这结果就失误了 你跟我捞那啥用啊 行 男哥 你牛逼 我听你的 你去客气吧 那小叫刘永松 挨挨动手 把你注意点 挺猛的 二三十把家伙 小文你咋不服气 走吧 那个 留一个老伟子 不是 留一个这个 韩杰 刺红小文 上去刘永 跟高伟 德伟 还有谁呢 还有袁南 他们就出发了 说办事去 你看袁南 老铁回到家里面 他已经有几个月 没回到哈尔滨 到哈尔滨南杠火站附近 老铁开车到那停 有个小茶楼 这屋里面老铁啊 这工具 我跟你说可热闹了 一楼谁呢 一楼傻滑子 跟哑巴 跟那个啃猪爪子 喝酒呢 哈啪啪 傻滑子 喝 唐立强 穿个大生产的 红杯筋 身上还带俩窟了 傻滑子 一般抠脚鸭子 一般吃猪爪子 哑巴也是吃满两次 红红啊 袁南 这把车门往里停 傻滑子讲话 强哥 唐立强 在那边坐呢 还有别人 咱不说了 来人来 谁来 刘永 因为不咋来 他也没人出来 领定一下 隔着门 这刘永 一推门 袁南一进入 就这边啊 好吧 那意思 南哥回来了啊 这楼上楼下的 该说不说 什么福古 汉强就全往下 这这这 沉强抬头走 袁南一走 哎呦 我擦 不是傻滑子 你们能不能把脚洗一洗 傻滑一头 去年洗吧 你去年洗 哑巴 你说那手 大黑手指盖子 他都开猪爪子里面 脚指盖也消息不黑 还扣脚鸭子 放屁还吃猪爪子 哑巴 那意思 原来也这么吃 你没说啥 再瞅唐立强 唐立强那个啊 赵根猪窝子 唐立强也来的 出门有时候还穿点 讲话了 紧急集合 这屋里臭的轰的 手上手上 那破衣服 那他妈谁的裤衩子 干那啊 黄巴基的 沾爸爸的洗呀 老酒不撒谎 真那样 他那个屋里面 老埋子了 啊 袁南讲话了 紧急集合 唐立强他们讲 还回来就训人 还给外面吃两袋饱饭 回来装逼 咋的了 这是 说 他妈的 你哥我有点买卖 一年不挣不挣 能挣个一两千万 王龙江 那个 我兄弟 大小弟主 小弟主张志文言 给磕了 手上家伙 跟我走 磕上去 这帮兄弟一瞅 是怎么的 干上去 好上去都没干活了 啊 牙伯也乐呵 啊 这边的 傻瓜也是 我求枪 上楼了 唐立强喊一嗓子 傻瓜子 把我枪 别忘拿 家伙事 这牙伯跟傻瓜上楼上 不大一会儿 屋里头谁啊 唐立强 然后咱们说 郊元南 啊 然后还有这个 傅果 还有黎汉强 再加上当时一个江英 啊 就这几个 这时候 就看啥呢 元南打电话 喂 这人咋啥呀 就这样 呀你 谁啊 小眼啊 啊 谁啊 南哥啊 小眼啊 那啥 那个上茶楼来 啊 我找你有事 一会儿啊 帮我办点事 南哥 你回来了 我马上就过去 小眼就玩那个 香瓜子 炸弹那小子啊 他玩的可是真的 不像说于长海 他妈弄弄假的 轰了人啊 那你看 元南领着 傻滑子哑巴 不大一会儿啊 包括这个 什么 黎汉强啊 王福果啊 等等这些人 一共能有多少人 老铁 一共八个人 初恋啊 之前打了个电话 元南就把电话啊 拨给这个谁了 拨给直接 你看因为汪强 这个润盘石油 但是现在已经 不是他跟汪强了 是他跟谁呢 是他跟这个 刘一松 啊 松着的事 啊 就打给刘一松了 刘一松啊 在这个汪强的公司呢 在那个办公室 接电话 焦一南 啊 咋的了的 咋的 我想说呀 你死气到了 啊 然后呢 我回汉尔滨了 咱俩见个面 我给你这个 一小时时间 你打电话 你交代交代后事 啊 然后选一个风水宝地 定个棺材 啥 刘一松一听 说你妈的 你以为你是黑白无常的 啊 啊 黑白无常的 一会儿我就让你认认识 行啊 我告诉你地方来吧 就打这个王金龙 王金龙你能知道 操 王金龙 王金龙 见我面 他得跟我客气起 王金龙该说不出 也是南刚去大哥 开御寺呢 这有实力 见满黎柱 见焦一南 都在客气 他说这俩比不好 是 因为满黎柱啊 阴 阮南呢 是他们狠 他属于 原来人属于猛 他属于 哎呀 咱别说阮南了 原来人反正 他跟谁呢 他跟华伯李强 是一样人 他是汉匪 这些大哥 咱不能给他讲成大哥 马力柱那是大哥 吕吾那是大哥 咱不废话了 原来讲话 擦了吗 我知道那个地方 行 我现在过去 你别跑啊 你千万别跑啊 电话一溜 你看焦一南 带着哑巴傻滑子 还有唐立强 他们这帮人走 走到半道 小眼瞅瞅 小眼 南哥 我回家去咬咬咬咬去 啊 求点东西 你靠边停停路过 那嘎子 紧接着 原来讲话不用 老铁们 原来有个高手 我跟你说 这小子 给原来的兄弟全撂倒过 谁呀 这个刘子龙啊 咱们前些天讲过 这小子身上文了一个 焦原男嗓个大字 因为他偶像是焦原男 子龙啊 在哪呢 宋子龙在哪呢 在他妈跟前附近 那个游戏厅呢 宋子龙二十岁 竟玩汉明城 玩游戏机 啊 结霸什么 啊 又跟你这比玩 宋子龙 焦原男团伙 灭的时候 死了七个 上榜的 他是一个 他最后一次 啊 最后一个跟焦原男的 也是宋子龙 为什么被判死刑的原因 就是鸡玩 宋子龙接电话呢 那个 我在哪 我在游戏呢 玩游戏机啊 你啊 听听干 结霸啥的 这不上插楼待着呢 啊 哎呀 上插楼 那那哥几个 我都干过 他们瞅我不顺眼呢 那小眼见我都不乐 行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 跟我办点事 带家伙没 我带了 我车里两把呢 我一会儿路过 那游戏厅 给你带上 难怪你回哈宾了 别废话 前面再说 啊 一会儿啊 前面车停下来 宋子龙上车来 啊 长得尴尬精神 一上车一瞅 刘勇在车里呢 越南 刘勇 他在后面 刘勇一挤啊 小眼 副驾驶啊 然后唐里祥 他们傻滑 坐另一个车 一上车 抽手这些人 叫二哥 二哥 这是我兄弟 那个刘 刘子龙 啊 那个子龙啊 二哥 二哥 你是上北京 这发财了 你这有机会 领我去溜溜的 啊 你看你领傻滑 哑巴那帮 那个 唐里祥 强哥 他们的各领个 矫情 纯净 臭红的 他丢你脸 跟越南 之后越南收服 他越南回北京了 一直没跟越南混上 刘勇 超手这个 最小吧 长得是挺激烈的 也确实挺干净的 刘勇并不熟啊 越南一笑 哎呀 再说吧 等办完这个事 啊 我考虑考虑 啊 看你上北京 不上北京 行大哥 这六哥 这个啊 刘子龙啊 叫刘宝龙 刘子龙 我他妈记忆有偏差了 就管叫子龙吧 刘子龙讲话呢 一会儿办事 你就瞧好吧 喀巴 疼都上上 就别那裤子 裤腰是 你看啊 很快就到这个公司 刘勇啊 瞅着越南 说越南哪 到地方 我不行就不下车 因为刘勇瞅一眼 那个德伟跟高伟 那意思啥意思 高伟跟德伟都懂 你看刘勇挺猛的 跟越南那个团伙 没有可比性 越南一瞅 别讲废话 一会儿下车 那你就不打着你 咋的 刘勇一瞅 那我操 你可轻易别杀人 正说话呢 那边也接着电话 哎 我焦严男到了 啊 下了手死吧 刘勇松一白手 走走走走 下去下去 刘勇松啊 往下走的时候 往前还说 宋哥 那个注意点啊 这焦严男呢 号称 那麽那 我看我不兼社会 我都知道 哈尔滨号称 活阎旺啊 啊 那詹死爱上王啊 别听他 吹牛逼 所以松那麽猛 他兄弟也猛 也杀过人呢 五六条 老铁 我讲到这 有些人都能预计 结果是啥样 古代有句话叫啥 叫焦兵必败 他认为就小孩 啊 很多大哥都这么躺 他也不足为过 下来了啊 但你看刘一松 挺有实力啊 也不那么好看 刘一松里面 当时二三十个 还是那帮原班人吧 啊 他那个哥们 都三十多岁以上了 四十来岁 你看啊 很快从那个台阶上 大厅里这一出来 就走到这个公司大院 人数上 原南家刘勇他们 一共就十个十一个 那边是三倍的人数 人家可没 没太放松 都端子下来 啊 上不上场 不知道啊 但又端子下来 这刘一松啊 走在最前头 手中啊 拿个大学家 啊 挺牛逼 四十多岁挺有派 说哪个是越南呢 啊 让哥看看哪个是 啊 说哈尔滨的小胡言王 我来 我见见 我见见 啊 叫越南往前一上 也掉着眼 刘勇都没上前 旁边 叫南的旁边是谁啊 是刘宝龙 还有小眼 傻滑的哑巴 唐立强 啊 改后面 刘一松一吵 哎呦 说听说个江南兄弟说挺另类 一瞅那哑巴傻滑的 那一个一个的 他一瞅 瞅越南那身后面的兄弟 说这是你兄弟啊 越南讲话啊 我兄弟啊 新讲话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不如文明 他这傻滑的啊 他一瞅傻滑的造型 傻滑的是傻 那哑巴可不傻 哑巴是埋的 傻滑也埋的 但是喝着那衣服 感觉捏搭 扣都没了 那唐立强的小衣服 他还露俩窟窿啊 就老呆了 脚上的拖鞋啊 穿拖鞋来的傻滑的啊 穿拖鞋的脚趾 确黑脚趾盖子啊 脚趾还动他你啊 肯定啊 大脚趾盖挺长 刘一松是什么人的 西装各旅啊 大金表那种的啊 傻滑一笑 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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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差没吐出来 啊 然后看那个唐立强 后面搓泥熊 相机工人 啊 不埋的啊 就真的呀 唐立强 还要搓泥熊 挺热的啊 夏天 卧槽 刘一松当时都惊住了 这是盖帮啊 刘一松一笑 那个 刘南娜 这个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吗 远南 我混社会的时候啊 该说不数啊 就你们那时候还小 我听那个手下兄弟讲啊 你们好像最早在南杠啊 还有附近文化工那家玩 是不是 这个人不信土还信 他不是怕远南啊 挺好了啊 说没瞧得起 这远南呢 这个在哈尔滨这个地界 别看你松哥 说混这么多年社会 你松哥啊 该说不数啊 你问问这个满力柱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白波涛啊 什么曹府顺 曹冰江 小黑 他们这些 包括这个前院的王金龙 你问问他 他们见过那整个都数 所以说你啊 你跟我好好说话 远南 我不 今天我不打你 你要说 跟我俩差一句话 远南啊 今天我让你出不去这个院啊 小地主张志文是你弟弟 是你弟弟 你看看张志文 啥样下场啊 因为他哥 要没有他哥 他死伤个来回来 知道不远南啊 因为咱们是哈尔滨人 我不想整你啊 你看你改别人的有面子 远南 你跟我好好说话 也能有点面子 你爸是不是叫焦电发啊 我年轻时候跟你爸 还耍过钱呢 还有那个四哥 哈尔滨的乔字 我们在一起都玩过 这不成牛逼 远南他爸老流氓就在怕 远南一瞅 看你爸 看你认识我爸的份上 你给我道个歉 啊 你给我跪下 我可以原谅你 你说啥 小兵仔 你太狂了 这狂子还没说完呢 谁啊 宋子龙 宋宝龙 那个宋宝龙啊 叫宋子龙 叫宋子龙啊 叫宋子龙 他这边啊 宋子龙 拿个枪 这笔甲 小笔甲 你太狂了 还没说完 那狂的宋子龙 拿着枪 改后背上都摸好了 上完堂呢 照着脑袋面对面 就这么近距离啊 没废话 照着脑袋 然后老杨 然后老杨 人说咋的了 宋子龙打死他 照着脑袋 帮帮帮又打四枪 一共五枪 照着脑袋上 脑袋 那脑袋也就像西瓜这么大 那直接就打炸了 老杰 近距离的 宋子龙用的是大武士的 啪啪啪啪 刘一 刘一松怎么死的 南岗大哥就这么死的 旁边的兄弟 他的兄弟还没等到啥的 这边什么谁呀 这边原南的兄弟傻瓜 哑巴 躺一想一 小眼手都拿 别动别动别动 打到五六个上帝都懵了 说杀人就杀人的老铁 跟说打人就打人不一样 小眼啊哑巴 哑巴啊哑巴 哑巴啊那意思别动 打死你啊 傻瓜子 别动啊这情不长眼呢 全给这把闷上来 刘勇一瞅我可 不越南说杀人就杀人的 楼上 这个站着窗窗上往下瞅着 这个汪墙 吓懵了 就这种意境可想而知啊 但在这时候 越南抽个烟 抽了宋子龙 那一天下手太狠了 宋子龙瞅瞅南哥 怎么样我表现 我能上北京不 能吃肉不 该旅人龙那个团队里面能吃包子不 打一枪就行了 浪费那四个子弹干啥 我不怕他不死 再给一枪 行了 撤 再撤 就要那两个人撤 没说撤呢 那边 宋子龙一回头 因为宋子龙跟那团伙第一次合作 一回头一看 不是 干啥呢 老姐干啥呢 宋子龙瞅话 南哥 你看 原来一回头 干啥呢 把那个鸡巴死了 那个刘一松的这个手表 跟鸡巴 手表大不 来玩手表 那傻瓜 赶他干啥呢 这整个表情好 那哑巴赶他靠经纪人家 干 原来讲话干啥呢 行了 算了 唐一箱讲话呢 南哥 多长时间没干活呢 来来来来 啊 哑巴 哑巴 拿个兜去 来按个手 哑巴拿个几个手拎兜啊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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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啥呀 巴巴的上兜里掏去 啊 剩一刀后面明白了 哎呦 操什么打劫 还顺便抢个劫 光光的 这这这二十来个人 就没打躺下呢 巴巴全把这个钱包 手表 之前都全扔里 不用讲话 这团伙 他妈的 你说谁能干过他 收拾完了 原来瞅瞅 给你们老板带个话 这事不算完啊 让他找我 我就叫原来 走 哎 这不人就上车了吗 他们就走了 上车之后啊 原来呢 咋整个 不用讲话 你们说啥人就啥人呢 那一求人命啊 那是 给诚哥打电话吧 这他妈打死人了 那肯定这个事挺大呀 原来讲话呢 后面还有什么石油老总 垫里面 是我打吧 啊 刘勇就给当时小诚 打个电话 啊 唯 诚哥 诚哥在北京呢 嘛 啊 刘勇啊 咋的来 说这么个事啊 原来出点事 啊 帮我办事啊 我们那石油的事 你要原来接电话 啊 诚哥 喂 诚哥 出点事 打仗了 我不知道你回家办事去了吗 对 打仗了 不是杀人的吧 啊 你猜挺准 操 杀几个 就一个 为啥杀人呢 我不告诉你 打腿吗 走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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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就杀了吧 杀一个呀 就一个 杀了六七个 哎呀 走火就走火吧 行啊 那哈尔滨 啊 那我回去给你拜拜吧 嗯 我今晚坐飞机回去 杜城啊 当天晚上就坐飞机 回到了东北 啊 咱不废话 顺从简短 杜城坐飞机 一到东北啊 就到这个哈尔滨 一见到越南跟刘勇的时候 越南呢 已经都躲起来了 不见那个呢 因为哈尔滨的阿斯尔 就开始忙上了 明白没 肯定得抓越南呢 杀人对面挺大 人家汪 人家这个新王子 指定找人了 汪强 这不吗 汪强给谁打了 汪强给他姐夫 他姐夫姓池 叫池润发 我说的是这个 啊 润牌石油的这个 董事长 应该大庆 我跟你说的非常牛逼 大庆黑龙江地区啊 只要油田的地方 他跟东西油合作 啊 他也是这个私人企业啊 跟从后来跟东西油 呃 归东西油了 那时候没有呢 这大庆的磕头鸡 采油的磕头鸡 那玩意都是他的 那一百个二百个 那那得多少钱呢 玩意 说姐夫 有这么个事 啊 啥事啊 说说说说那个 那个石油吧 就去去去那个 撬牌石油出事了啊 那边他妈 啊 找人我也找人 给那个谁打了 就反正就这么回事 现在我兄弟 我哥们那个刘一松打死了 什么 刘一松被打死了 行 我知道了 这边咱先不表 咱再提这个小诚 诚哥听完这个事情 见一后果呀 说行 我跟你找人吧 杜诚给谁打电话了 就给这个徐德 杜诚哥打电话了 说杜诚哥 我杜诚 有点事 我想见见你 你看能方便吗 有事 你来哈尔滨了 来了 你来上我这来 我还有个朋友方面 是羊子叫刘勇 你带来不带来 元朗呢 你先藏好 我去给你买事 于是杜诚跟刘勇啊 就来到了徐德 杜诚哥家 你看一进家门 杜诚哥的家里 开的门啊 藏我短老一见面 这杜诚哥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你看你这个 路上文那边 给打听打听 到底现在咋回事 杜诚哥一听行 杀人了 走火了 意外 走火了 行我问了 喂 杜诚哥就给哈尔滨 逐上文打电话了 你勾过来 李正清吗 杜哥 有这么个事啊 这个哈尔滨 现在焦岩南有个事 你们查的吧 这打死人了 对呀 我们现在抓了 焦岩南 焦岩南的兄弟都没了 说是走火吗 走火 脑子打四枪走火啊 啊 等会我问问 我诚哥 小诚哥 咋的你 你玩我呢 走火打四枪 给脑袋打四枪 走火能崩倒 齐巴哥 喂 啊 焦岩南呢 不是走火 他妈脑子打四枪啊 焦岩南 那不一回事吗 不就是死个人吗 喂 在元南的眼里面就死了 那就是死了 就别闹了 小成假了呢 你看这事咋整啊 哎呀 我兄弟 你得摆一摆吧 别让他找了 行 摆一摆吧 您徐德茬怎么要摆 在正当徐德茬要摆 这个事的时候 那咱们再说 另外一个大哥 谁呀 池润发 他打给当时 这个黑龙江省 一把大哥 老徐来 老徐是他的大哥 说 你知道最近咱们 黑龙江地区 这个 进了一个 这个 翘牌室友不 这个翘牌室友 我知道 我批的 我亲自批的 因为这个 我儿子嘛 有个朋友叫杜成 他爸是海南一把手 然后他们一起在做 有一些二代 找我批的 您家公子关于好啊 这伙人呢 必须的吗 那没啥事 我给你家公子说两件事 那你给他打电话吧 我再忙 这笔贼姐 一听我唱 直接电话就打给谁了 打给徐德茬 徐德茬正准备帮杜成办事 喂 哎呀 池哥 哎呀 池哥 别这么叫 他管他爸叫哥 管他儿子也叫哥 说池哥 那个 我是谁贼贼 啊 我知道 知道 那个池哥 你方便不 我解决这个事 啊 我妈还想解决事呢 打死人了 毕竟打死人了 那你来吧 啊 好好好 报了小时以后 来了一进屋 啊 一进屋的台 池哥 哎呀 这个是 这就是杜成成哥 啊 哎呀 成哥 你好 啊 汪强往这儿无意进 也是 哎呀 你好你好 成哥 成哥 该办道上肯定就告他了 说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呢 那你这几吗 啊 怎么怎么回事 你跟咱们省一把大哥 关一干干好 都是二代 他小舅子也明白了 这汪强也来了 汪强赶紧上前道 道歉 哎呀 池哥对不起了 不知者不怪啊 哎呀 都说池哥 不倒是你朋友 啊 你看 池哥 这个 哎 成哥 你是不是北京的成哥 汪强江江哥你认识不 汪强江江哥在北京在我那待着 啊 在我彭家待着 跟我混的 哎呀 那太好了 我听汪强江江哥提过你啊 早期我做大庆那个挖掘机的时候 啊 不是大庆点点头机铲油那个机器 里面用的电机 我现在也跟龙江大哥有合作 王龙江大哥是我好哥 你看这批跟王龙江生意上的来往 那科都一采油 里面都得上上到飞机轮船跑的 里面电机全是王龙江 哈吉田生产的 王龙江有钱的 一年不挣不挣挣几十个亿啊 他说王龙江我给龙江大哥打电话 哎 哎哎哎 江哥 哎 我是池子 啊 啥事啊 说有这么个事 冒犯爷进来 看能不能给说几句好话 我在这里 让他接电话 王龙江 啊 陈哥啊 那是好哥们 这比一年呢 给我那定七个多亿的这个电机啊 他那个大庆那边 磕头机还有内蒙那边 只要采石油的 嗯 那个磕头机都塌的 啊 明白了 你放心吧 给你面子 本来他们杜城想求人办这个事 爷爷被打死了 上门求杜城 原谅 能听明白不 这叫断位 你看杜城讲话 说 诚哥别跟我们计较 哎呀 那毕竟你们死了人了 这个事 白死啊 活该呀 为民出害呀 这个该说不说 那小子就白死了 啊 然后老铁啊 这个杜城 我这么说啊 他们办完这个事 感谢完徐德财 他们从这里面就走了 眼睛还留的名片 说是啥时候到北京啊 城市拜访你啊 刘一松不就白死了吗 上了车之后 小城讲话 说回去告诉原谅一声 别他妈总杀人 打腿打舌就行了呗 刘勇讲话 放心吧 刘勇见到原谅讲话了 说原谅呢 做买卖 轻易别杀人的 尝不了啊 其实刘勇很聪明 看着原谅有这部 说你这么杀人 你尝不了 你作孽嘛 哎 原谅就不也不服气 原谅回头又瞅宋子龙 要上北京 我能跟你去不 别急不怎么杀人 怎么出手就杀人呗 下次往腿打 啊 哪里打还打四枪 还补一枪五枪 下次再说吧 原谅也不能带宋子龙 这边呢 犯金人病人 万一给南哥打了呢 啊